在2020年有个神奇的动画《魔女之旅》 这个白发魔女叫伊雷娜 她被观众称为世界第一小魔女 我成立我是老色皮 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可爱的小魔女 亲眼目睹十岁少女每晚被父母折磨 最后变成杀人狂魔 伊雷娜小的时候很喜欢一本关于魔女环游世界经历的奢集《尼克冒险记》 于是她为了能够去环游世界开始夜以寄日地学习魔法 终于在她14岁的时候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见习魔女 但要成为真正的魔女必须先拜师 但因为伊雷娜的独特没有人愿意收她为徒 一直以来伊雷娜都认为自己很特殊 所以必须忍耐一切痛苦 她的父母希望伊雷娜能够学会释放情绪 于是用钱收买了新城弗兰魔法师 让她做伊雷娜的师傅并磨练她一番 伊雷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弗兰的徒弟 弗兰连续一个月都不教她魔法 只是每天让她干家务 终于在伊雷娜忍耐不了的那一天 弗兰突然向她展开决斗考试 伊雷娜被她打得恶花流水 伊雷娜再也忍不住委屈 嚎啕大哭了起来 这是弗兰在告诉她原因 希望她不要总是忍耐 又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她正相待后的师徒 开始了真正的学习和教授魔法 一年后 伊雷娜就已经能够打败弗兰了 弗兰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 便离开了 随后伊雷娜佩戴着象征魔女的徽章 开启了她的环球旅行 她首先去的是魔法使之国 这里只有魔法使可以进入 在这里佩戴着勾起魔女徽章 将会被尊敬 可伊雷娜一进去 就被一位叫莎娜的低线魔道士 给撞了下来 伊雷娜温柔地帮她把伤口治愈 便离开了 男儿想要找旅馆住了 她却被各个旅馆拒绝 因为她的徽章不见了 最终进入了一家最破的旅馆 登机者正是莎娜 伊雷娜暂时找不到徽章 而莎娜又在半夜闯入了伊雷娜的房间 然后十分诚恳地请求她 帮自己通过一周后的 见习魔女考试 莎娜说自己的妹妹 比自己先通过见习魔女的考试 所以妹妹先回去东方的国家了 伊雷娜听后同意了 然后经过几天的教学 她发现莎娜很快就能学会 她教授的内容 伊雷娜在这去寻找徽章时 有位殿家告诉了她的实情 原来是莎娜偷了她的徽章 而莎娜又在傍晚来到伊雷娜的房间 说出自己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找到一个人 陪伴孤独的自己 为了让莎娜能够勇敢面对孤独 伊雷娜将自己的备用母女帽送给了她 而不久后 莎娜也真的通过了见习母女考试 在伊雷娜继续出发后 她碰到一片花田 有位女人请求她送一束花 到即将前往的国家送给需要的人 伊雷娜拿着花来到一个国家路口 被一位红发士兵拦截了 这位士兵的妹妹失踪不久 伊雷娜被告知这束花有毒 会让人产生幻觉 引诱这些人到花田中 最后会被花妖给吃掉 死去的人就是花肥 于是这束花就被烧了 当晚伊雷娜就前往那片花田 那名红发士兵已经被花怪物侵蚀得差不多了 士兵把花妖怪当成了妹妹 还感谢伊雷娜带来的花束 成为花肥的人远远不止她 而没有能力对付这片花田的伊雷娜 也只能冷漠地看着所有人就这样走向死亡 然后伊雷娜继续出发 碰到一位叫艾米尔的男人 她正在用魔法收集幸福 想要送给总是宠媚苦恋的女佣尼诺 艾米尔的爸爸是村长 对待尼诺的方式有些残暴 艾米尔将收集的幸福给尼诺看了 那都是尼诺不敢奢望的幸福 兰尔自认为为他人好而做的事 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尼诺在见识到幸福后 获得的也许是更深的绝望 因为他本可以在黑暗中生存 但你给他看到了碰不到的光明 就反而适得其反 接着伊雷娜来到一座废墟之国 这个国家只有失去记忆的王女米拉罗瑟还活着 每到夜晚降临 怪物加巴列就会出现不断的破坏这个国家 直到离冰时消失 怪物的目标正是米娜罗瑟 但是他进不了王宫 作为高级魔女的米娜罗瑟决定暴灭国之仇 伊莲娜解除他做了陷阱 这一夜米娜罗瑟朝向的魔法将加巴列杀了 那一刻他恢复的记忆 原来加巴列是他的父亲 以前米娜罗瑟爱上了厨师 并且怀上了厨师的孩子 于是他将此事告知了父皇 没想到父皇将厨师就地烧死 被同怨恨的米娜罗瑟便将父皇变成了这怪物 让他亲手毁掉国家 恩怨了结后 米娜罗瑟就继续在王宫里守着他与厨师的回忆度日 伊莲娜区的下一个国家便是老师弗兰的国家 这个国家他很喜欢 因为大家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给他能带去欢声笑语 但起初伊莲娜还不知道老师就在这 所以他被老师许多为生为主 说要跟他走一趟 没有说清楚的双方就展开了追逐站 但最后这群学生都被伊莲娜给戏耍了半天 最后学生都被趴了而伊莲娜还有愣有余 老师这才慢悠悠的出现 最后伊莲娜在待了一段时间后 便在大家真诚的送别中再度踏上了旅程 最后伊莲娜来到城市之国 这里人因为国王手中的剑布下了结界 使得全国人不能说谎 写字也不能 在这里伊莲娜成逢的成为魔女的沙纳 同时遇见了魔女艾黑米亚 这把让人不能说谎的剑 便是国王要求艾黑米亚制造出来的 然后为了完成魔法 艾黑米亚搭上了自己的全部魔力和声音 为代价 他进球将你把剑给毁了 这样他的魔力和声音就会回来 城市魔法也会消失 因为城市魔法导致国民们都不愿意说话 说出的实话也容易让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 于是伊莲娜三人闯进王宫和国王打了起来 伊莲娜劝道 心怀恶意的人就算不说谎也能干坏事 说谎的人也并非全是恶人 善意的谎言能够缓解人们之间的关系 没了谎言反而会加重人际关系间的利器 最终剑被毁了 看着之前的国家 国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书里曾记载过 有个国家的左边和右边关系不好 于是在中间修剪了一堵墙 双方人都想证明自己一方更加优秀 一位魔女路过子弟 提议当路过的旅行者在墙上刻名字 名字多了一方便更优秀 这个变成了传统 时日近日 沙拉来到这个国家 她便在墙上刻下了很多 伊莲娜我爱你的字样 她提议不仅可以让旅行者刻字 也可以让居民刻字 这个提议起初增多了来刻字的人 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堵墙被拆了 因为所有人都来刻字 导致有些人会把情绪发挤在墙上 之前写的那些话反悔了 爱的人变了就在墙上抠掉 最后墙也就抠破了 不知何时起 这堵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 双方是同样的优秀 毕竟在同一个国家 于是就开始和睦相处 而在某个地方有两个村 这个村和那个村都是做葡萄酒的 所以关系一直不好 那个村靠美少女路斯玛丽 采了葡萄酒出名 一定一位魔女来到这个村 她很可爱被请求成为采葡萄酒的少女 魔女答应了 但是采了一天才采半桶 她们便去头盔 路斯玛丽能采击白桶的命绝 然后就发现 其实是几个大汗在采 这就有了欺诈嫌疑 两个村里起了争执 用葡萄糊扔了起来 喝醉的魔女直接用魔法 来了一场葡萄弹语 这就是两个村弄葡萄传统的由来 一年纳来到了一个洋娃娃随处可见的国家 有位叫希拉的魔女正在调查杀人魔事件 其实是陆续有女孩的头发被人捡走的事件 而且现场还会有洋娃娃的头发丢下的相同案例 这天夜里 一年纳在小旅馆睡下 第二天醒来便发现长发被剪成了短发 于是愤怒了她和希拉 开始去有嫌疑的地下拍卖场调查 一年纳看到自己的头发被放出来拍卖 愤怒地上去虐待娃娃 把凶手给逼了出来 凶手说她这么做的乐趣 只想要享受她人的情绪 好的 坏的 所有凶手被希拉带走流放了 而一年纳的头发 通过赋予魔法也恢复原状 最后一年纳没钱了 最后看到个招聘 便去了 故着是魔女艾斯特尔 她有个发小叫瑟雷娜 因为小时后父母双亡 被叔叔领养又被虐待 于是便同死了叔叔后消失了 被称作恶丁木杀人魔 成头杀人快感的瑟雷娜 录取杀人 最后被艾斯特尔给抓了 还被她亲手斩杀 瑟雷娜死后 同步一绝的她便是在研究回到过去的魔法 想要去拯救瑟雷娜的父母 这样便可以改变瑟雷娜的人生 为了这个魔法 她付出的代价是被抽干血 启动魔法会导致她魔力全失 所以需要伊莲娜同行共享魔法 拿到了十年前 真相却是瑟雷娜杀了父母 因为她父母虐待她 她也想杀了艾斯特尔 艾斯特尔在知道自己被欺骗后 再次被动地杀死了瑟雷娜 用自己和她的回忆为代价换回了魔力 或许有时候你穿越回去就会发现 在时间轨道上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 而很巧的是 希拉是莎娜的师父 而且希拉和芙兰是师姐妹的关系 很久以前芙兰是师姐 希拉是师父后面收的一位脾里脾气的师妹 两人其实不同 完全合不来 直到有次 师父三人在自由之城 接了一个剿面犯罪组织古董堂的悬上 师父让二人去玩城 并说玩不成就逐出师门 于是为了让对方被逐出师门 两人开始你争我抢 结果一事无成 还被古董堂给抓了 但二人都是故意被抓 脑携手缴了他们的脑巢 完成任务 两人也因此关系变好了起来 莎娜封师父之命 送一个小枪子去自由之城 拿他来的时候 恰好是古董堂们出于知识 城里人猜测他们会对魔法师展开抱负 古董堂的人顶上了小枪子 他们用神奇的弹珠打中了莎娜 还有一颗打中了 也来到这个城市游玩的伊雷娜 结果导致两人灵魂互换 而互换后 没发现了伊雷娜随手就打开了箱子 里面瞬间飘出大量气体 整个国家的人都变得到处求爱 见记得逞 古董堂的人并想着按计划抢劫 却被伊雷娜和莎娜撞劫 于是古董堂再次被抓住了 而伊雷娜和莎娜还回身体后 伊雷娜就继续旅行了 即使一直以来 她都在按照妈妈的冒险计前进 虽然似乎陷入没有发生变化 但在最后 伊雷娜来到一个可以实现愿望的国家 却在幻想空间里面 找到了16个来自其他平行世界 且不同性格的伊雷娜 每个人在这次的环球旅行中 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 他们为了认识不同的自己 而相聚到这里 16个人各自拿出自己的笔记本 打算将他汇集成一本 跟尼克冒险记差不多的书 但在这之前 却有一个短发伊雷娜捡到人就打 暴躁到她 就是因为当初被洋娃娃剪掉头发后 做出了另一个选择 所以才为性格极为愤怒 但最后跟真正的伊雷娜打了半天后 她也是明白了 大家能够走来这里 不就是想要知道不同性格下的自己 做出不同选择后所发生的经历吗 而伊雷娜的旅行还没有结束 但关于这场旅行 她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首先我必须承认这期视频 有些急促有些感 但大家也应该都能看出 你很难猜到旅途的下一站 会遇到什么风景 治愈还是治愈 一急促师不脱她 虽然开头剧情展开有些慢节奏 但只要熬过一二集后 开始旅途的故事就会发现 她讲述了很多人心有关的故事 虽然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描述 但旅途的每一站 都有伊雷娜的身影竹竹 最后的结尾更是神之点睛 因为你永远无法想到 在不同时空下的你究竟会过得怎样 也许不存在平行世界 但不同性格下的自己 所做出的选择都会不同 就好比你感觉自己做出的选择 已经很完美了 但或许还有其他选择会更加完美 你难道就不好奇一下 其他性格下的自己 所做出的选择产生的结果吗 但就是因为不确定 才是人生的惊喜 才是伊雷娜的惊喜 这就是为什么伊雷娜 按照尼克冒险记的方向前进 却能就可以写出一本不同的书籍 最后 你喜不喜欢这个白发魔女 反正身为老四批的我 伊雷娜是我老婆 或者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九情人男孩 如果喜欢我解说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